各位好 我是联合大学能源工程学系 近能源中心的薛康林 在这个DA5一流电池材料元件 这个模组里面 第三个单元是电池操作与充放电特性 最后这个小节是充放电效率跟电量 它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先看一个电池的容量 或是它的电量到底有多少呢 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测量它 那这也是大部分很多直接电池 他们直接用这种测量 因为这边等于是一个电池 那我直接接到外面一个固定的电阻 因为很多的应用来讲的话 它的负载是固定的 大部分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所以是有的时候直接用这个电阻来模拟负载 这个电子产品 它的耗电量这样子 然后呢这边并连一个伏特计 串联一个安培计 我这样的话就可以来看说 在这样固定电阻下面 那它电压的变化或电流的变化 那这边右边这边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电压对时间的一个做图 刚开始电压当然电池很充饱的是很饱的 所以电压比较高 但是随着它的放电时间呢 它电压会慢慢的降下来 那到快终点的时候它会瞬间的会掉得非常的快 这是一个典型的电压对时间的一个做图 这个在一定的R值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R值变化的话 那这个曲线就有更其他的变化 那这边的话 所以说一个电子电量呢 就等于是说它要电流乘上这个时间 那这个是在定电阻下面放的电 所以说这个电阻呢 等于是电压处上R 这个R是固定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呢 它等于是这边的电压 那对这个时间这边积分起来 底下这个的面积呢 就是它的电量 你可以这样子来看 那它的那个单位呢 就是安培小时 在这边就是安培小时 这样子 那这边呢可能是说 到某个程度 它这个假设 这个是截止电压 就是说电池呢 当它放电电压到这个 就表示电池没有电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时间就是在Tn的这个地方 就是放电中止的这个时间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把它积分起来 底下这个面积 就是它的电量 因为我们从这个地方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V除上 等于是这是一个常数 所以V乘上T 实际上就是底下这个面积 除上R 就等于是它的安培小时 所以这个用积分的话 就等于是说 这个那个它的电量 等于什么 那个底下这个面积 对时间积分 从0到Tn的积分起来 那这个它除上1 over R 就是它的电量 那实际上电池电量来讲的话呢 并不是那么完美 就是说它这个电量 会随着它放电的电流而变化 那这个呢 我们叫做Puker's Law 这Puker's Law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在理想状况下面 我这电池的电量 有多少东西在里面 可以放出多少电 实际上跟我的电流 应该没有关系 任何时间 我都可以放出这么多 但实际上呢 它却不是 也就是说这个 在这边呢 它的capacity来讲的话 我们刚才讲的 是电流乘上时间 就是它capacity 但是这边呢 Puker's Law说 它在实际情况下 并不完美 这边呢 它可能是有个常数在这边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常数呢 可能在一点几左右 那按照这样子 这个画出来的话呢 结果会变像这条曲线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它小电流的时候 它比较接近理想状况 它的电量 但是随着电流 电量越多的时候 它就会掉下来 这样子 也就是说 你放电在这个时候 放出来的电量呢 跟你在小电流的时候 放出来的电量呢 你积分起来会不一样 这是Puker's Law 那再接下去 我们看一下 那个能源 它的转换效率 这能源转换效率的话 如果说一个电池在放电 或是燃料电池 在放电的时候 它基本上等于是 把它化学能 就电池里面 所具有的化学能 或燃料电池从外面 送到燃料电池里面的燃料 它所具有的化学能 透过这个电池 或是燃料电池 电极上电化学反应 它会把它转换 变成电能 和化学能 那这个之间的转换效率呢 我们实际上要看的是 这个化学能到电能 这个之间到底是百分之多少 这等于它的转换效率 那在充电的时候 那这个如果电池在充电的时候 等于是我这边给它是电能 然后呢 它会转换呢 会把它转换 变成化学能 就是把这个电池的 那个主态呢 还原到原来在 从放电前的那个形态 把它还原回去 但是呢 我这个在就算充电的时候呢 我也会有部分呢 会浪费掉 变成热能送出去 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呢 等于是这边的电能呢 变出生 变成这边的化学能 这样子 只有在这个地方 电能有多少 真正转成化学能呢 这等于是它充电的转换效率 但是对一个电池来讲 充放电转换效率 等于是说 我这边那个 有多少电进去 那这边放出多少电出来 那它是整个的 一个除能效率 是这样子比较 那我们整个转换效率来讲的话呢 那个我们可以分成 几个部分来看 一个是固有的转换效率 Intrinsic Efficiency 这个是从热力学上 这个它就可以计算出来 还有电压转换效率 还有法拉第转换效率 这三个转换效率 乘起来才是整个的 overall总反应的 转换效率 那我们现在先 好我们先看一下 这Efficiency里面 第一个是 Intrinsic Efficiency 这个Intrinsic Efficiency呢 等于是说 那个电池电化学反应里面 它Delta H 除上Delta G 这个Delta H呢 就是Entropy的变化 就是它含的变化 这个Delta G呢 就是Free Energy的变化 那这个呢 各位可以在电 那个如果说知道 这个电池电化学反应 那反应前 反应后 之间的 那个Entropy的变化 就是Delta H 这个等于是它的化学能 那真正呢 它能够转换 全部对外做的功能 就是它Free Energy 那所以这两个之间的比值 就是热力学上 所谓的Intrinsic Efficiency 就是固有的 它的转换效率 这个跟你操作没有关系 热力学上定义 你是这样的电化学反应 它就是天生的 就是这样的 那个转换效率 那另外一个是 人为的变化呢 就是Voltage Efficiency 这个呢 等于是说 这个热力学上 它平衡电位 跟你实际上 真正在不同电流下 操作的时候 你真正输出电压是多少 跟它平衡的时候的OCB 它是热力学上算出来OCB 跟它真正输出电压之间的比值 这是Voltage Efficiency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 乘在一起看看 我们乘在一起呢 那它这个变化呢 就等于算是一个 Zermoneutral Efficiency 也就在这个地方呢 所有的化学能 都给它转换 变成电能的时候 到底它 它没有任何热放出去 它到底是怎么样子 这两个相乘 Delta基层上Delta H 然后这边E 除上E0在这边 那这边Delta H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用 那个物理化学 我们知道 它也是-NF10 这个平衡的电位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E0刚好 跟这E0刚好消掉 所以最后呢 变成这样子 也就这个它本身 Delta H 一个燃料 一个电池呢 它本身在那个 知道它化学反应 反应前 反应后 它Entropy的变化 就Delta H 然后它实际上 在你这个电流下面 它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这样一乘上去的话呢 那就知道说 它真正的 RM Neutral Efficient 是多少 然后呢 从这边 这个Delta H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假设说 就好像说 Delta G 等于是-NF10 我这边的Delta H 也可以写成NF1 但是这边是用H 也就是说 这是等于是 相当于另外一个电位 这个电位假设说 所有的Entropy 所有的化学呢 全部变成电人的话 那理论上会输出 多少的那个 电压 那这个是 Delta G 等于是-NF1的话 这个等于 意思是说 所有的能量 只有电能 它真正对外做工 这个做的工 全部转换成电能的时候 它这边到底有多少的 电压 这样子 那这个是它平衡的电位 这个我们叫做 RM Neutral Voltage 就是说所有的化学能 全部 假设它全部都可以 转成Delta G的话 到底它能够 这个电压输出 是多少 这边我们看一下 那个电池里面呢 它在放电的时候 它电压跟电位之间的关系 这个电位就是 每一个电极 它本身的电位 那在不同的电流下面呢 这个电位会跟着变 这个是在阴极的电位 在放电的时候 它会电流越大的时候 它会这样掉下去 在阳极的 它的电位呢 水准电流增加的时候 它会慢慢的上去 这样子 那这个是在平衡电位下面的 那个电位这样子 阴极或阳极电位 那这边的电压呢 这就是这边的阴极 跟阳极之间的电位差 就是这个电池 我们真的量到的 那电压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从这边画图的话 这个电池的电压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来看 在这边电压 跟它电流之间关系 那理想状况下就是 它任何平衡的时候 这OCB 在电流等于0的时候 它的电压是这样子 就点是 5OC-5OA 这边 那随着这边呢 它电流增加的时候 它这个电压呢 输出电压会降下来 因为这边两个相减呢 它的差就越来越小 到这边这一点的时候 就点是完全没有电压 这边完全等于0 在这边 那这边的电压 它的那个 电压效率呢 就是 等于是这样子来看 等于是在平 OCB这边 等于是它最高输出电压 跟它真正在任何一个电流下 它的那个电压 输出电压是多少 它们这些比字 就是电压效率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电压呢 是跟电流有关系 所以它的电压转换效率 其实要看 在什么电流下面 而定 那接着我们看电压效率 接着下面一个就是 法拉第转换效率 法拉第转换效率 也就是说 我这边有多少化学反应 就一个电池里面有多少活性 或燃料电池里面有多少燃料 给这个燃料电池 或是这个锂电池 或切换电池 里面有多少的化学物质给它 理论上它应该全部转换变成电 但实际上有些可能没有完全转换 那这个就造成所谓的法拉第效率 转换效率 这是表示说理论上 我有这么多的东西 可以把它反映 它应该输出这么多电流跟电量 可实际上只有输出这么多 那它们之间的一个比字 就是法拉第转换效率 这理论上的这个输出的那个电量 等于是我里面有多少化学能 那除上它的分子量 平均分子量 在神套法拉第这个常数这边 就是它理论上的电量是这么多 那实际上的电量有多少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们之间比字就法拉第转换效率 那一个电池它充放电的时候呢 它的变化 电压或是电位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呢 在充电的时候 这个它音级呢 随时我这电流的变化 它电流越大 它这个音级的电位就越往上面跑 那阳级的话 它其实会往下面跑 所以这边之间的电位差呢 就是这电池的电压呢 随着你充电的电流越大的时候 它随着你所需要的电压就越大 这是在充电的时候 那放电的时候呢 刚好有点相反 也就在放电的时候呢 这个音级的电位呢 会随着你的电流越大 它会掉下来 阳级电位呢会飙上去 所以它们之间的差呢 随着你的电流呢 它就越来越小 这电压会变得越来越小 随着你的电流会这样子 那它们两个之间比值呢 就是这个电池的充放电效率 也就是说在这边 那如果说一个电池 它这边的那个电池的电压 那这边我们不是随着电流 我们以固定的电流 或随便这两个 就说它的随着时间 它在放电 也许是订电流放电 那这是我们真正看的 整个它的效率呢 是我能量 进去的能量 电能是多少 那等于是底下这个充电的 分母点充电的电压 跟充电电流 就整个积分起来 如果我这个电流 是固定的话 那这个一个常数 可以提出去 那等于是底下这边的面积 这个底下的面积 这样子 那输出的电压 也就等于是 这边的输出 输出 放电的时候 它的电压 对时间的关系 还有电流的关系 这样一直整个积分起来 如果这个电流是固定的 就可以一个常数 就可以提出去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等于底下的这个面积 这样看起来 如果充放电 都是同样的电流的话 那这两个刚好抵消掉 也就是上面这个面积 对下面这个面积的比值 如果说它这边充放电 时间都一样的 那我们等于是 就等于是它Voltive Efficiency 就直接可以看 因为它时间都一样 变成只是 它的那个电压的比值 在这边 所以这边呢 我们这边这个重点 跟各位介绍 就是一个电池电量 我们大概怎么去量 当然你可以用 Potential State 其他的方式量 但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外加一个电阻 那模拟说是一个它的负载 那你看它电压 对时间的变化 从这边你可以积分起来 就可以得到电池电量 那充放电效率呢 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一个是Intrain 是一个从 热力学上算出来的 还有它的电压的效率 还有它的反而地 转换效率这些 那么在这边